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漢武帝單人匹馬跑到最前面, 忽然間, 有一隻好似牛股那麼大的愕狼, 飛身撲到漢武帝那裏, 都還未讓眾人反應過來, 那隻愕狼已經張開口, 就要塞進漢武帝那裏。 就在千鈞一發的危急時刻, 一聲刺耳的口哨聲傳過來, 那隻狼狗立即順暢, 圍著皇上那一筆魚馬搖頭擺尾, 歡呼跳躍, 原來是一隻極有靈性的獵犬。 漢武帝見了, 也忍不住拍了他的頭, 以事有好。 就是這個同事, 遠處傳來一個男人的歌聲, 詞曲晉銘高雅在紅見古樸, 隨著歌聲, 一位老伯和密林之中走出來, 跪拜在漢武帝的馬前說, 不知聖駕光臨, 驚擾到聖駕, 罪該萬死。 漢武帝並沒有責怪之意, 只是問, 剛才是否你唱歌? 迴稟聖上, 剛才確實是小人所唱, 小人不知聖駕在此, 請皇上恕罪。 浸不住你的罪, 平身吧。 那些歌詞, 是否你作的呢? 並非小人所作, 乃小人的故鄉文人, 司馬尚如所作呀。 小人在鄉下的陣, 只不過是聽人傳眾, 記得幾句這樣而已。 老伯, 你是何方人士, 如何稱呼呢? 小人, 乃郡屬成都人士, 叫做楊德義。 呵呵, 好一個郡屬司馬尚如, 此人現在在哪裡? 回稟皇上, 他現在閒居家中呀。 楊德義看到漢武帝稱讚司馬尚如, 有心推薦, 好等皇上重用。 於是, 他順帶說, 啟稟聖上, 司馬尚如, 還有一段驚世奇緣, 真是人人稱讚的。 哦, 是甚麼奇緣, 你儘管說來聽聽。 楊德義是對想說的, 但是承相許昌就過來說了。 皇上呀, 天昔二晚, 不如賺到行功歇息先, 在明這位老伯慢慢說都未遲。 漢武帝聽了, 在明這位老伯, 在明這位老伯, 在行功。 漢武帝是命人, 在上臨院行功, 擺好酒宴, 慶賀上臨院進攻。 在酒席之間, 漢武帝是特地命令楊德義坐在自己身邊, 叫他講講司馬尚如的那段驚世奇緣。 師馬尚如, 智長興, 小時候已經是好讀經書, 精於劍術。 平時總是以戰國時期的論尚如為楷模, 所以他自己又改了名叫做尚如。 當時的屬郡太秀文翁, 是一個崇尚教化人民, 倡導百姓的文明官員。 在他坐任期間, 大興教化之風, 選擇本郡有識之士, 入京城奏學。 他聽到司馬尚如好學用功, 也選擇他入京。 等到司馬尚如學成回來之後, 文翁一力建造官學, 也就是現在所講的學堂, 命令司馬尚如等人受破。 過了幾年之後, 文翁為國為民操勞過度, 一病不起。 誰知新任的郡壽, 他認為, 扮官學只花錢, 一聲令下就切了學堂。 這樣來, 對於所有好學之人, 尤其是司馬尚如打擊可想而知, 他生氣起來, 去了長安, 還出錢買了一個郎官來做。 因為司馬尚如才華出眾, 慢慢升為了武騎上士, 和梁王柳母入刀, 朝拜先帝, 隨從之中, 有功於司詞歌父的周陽, 梅成等等的民人雅士, 他們偶然間在酒店之中相遇, 大家都有相見恨萬的意思。 周陽和梅成他們, 所以說服司馬尚如, 叫他投靠梁王柳母, 說梁王柳母, 如何如何天生就有帝皇相, 又如何如何有太皇太后撐腰, 日後必定可以繼承帝位, 到時就可以封侯拜相了。 司馬尚如真是信到十足, 他持了郎官, 投奔梁王。 誰不知這個梁王未能繼承帝位, 就已經是憂憤而死了。 手下眾人馬上樹倒胡宣散。 司馬尚如很後悔當初的一時衝動。 他回到鄉下之後, 就寫下了《紫虛婦》 這篇在當地頗有影響的文章。 後來,司馬尚如就投靠了 已經身為臨窮遠利的同窗好友王吉。 好在王吉都欣賞司馬尚如的才華, 請了當地的官員附身, 擺走歡迎司馬尚如。 在酒宴之上, 王吉還當著大家的面子, 大讚司馬尚如, 還說明紫虛婦就是他作的。 一時間眾人更加只是膠口稱讚。 見到眾人如此抬舉, 司馬尚如也放開束縛, 中論高談。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遠至盤古,近至當今。 高起朝國,低度平民。 援引四書五經, 蟬識老子的道德。 聽到眾人, 真是目瞪口呃, 自愧不如,讚嘆不已。 等到賢席散了, 王吉又命令家人, 拿著新衫、新婦、鞋物, 親自將司馬尚如送入都廷安歇。 從此之後, 王吉日日都親自來到都廷問候。 滿城的老百姓, 看見堂堂遠寧, 對一個文獄書生, 竟然如此欣勤周到無微不至。 一時間, 就全城轟動, 街談漢議。 漢武帝聽到這裏, 不以為然地說, 哦, 他不過是懂得投機取巧, 挖眾取寵那樣。 東方索聽到漢武帝這樣說, 亦都插嘴話了, 聖上說得對, 自吹自擂, 沽名釣魚, 未必有真才實學的。 吳憂壽王亦都說, 司馬尚瑜從前在朝的時候, 根本就不覺得他怎樣。 如是大夫嚴清澤又說, 嘿嘿, 看怕是奸詐之徒都不頂啊。 那公孫賀呢, 都算是主持公道之人, 他說, 啊, 你們都未曾見過司馬尚瑜的文章, 就在妄家誹謊, 真是文人相興, 自古常理。 那漢武帝制止著眾人說, 好了, 眾興家儘管喝酒, 不要插水。 楊愛卿, 你快點說下去。 那楊得義呢, 才清一清喉嚨繼續說下去。 話說在林窮院內, 他住著一個首富, 叫做卓王孫, 世代居住在趙國, 他是靠連鐵法家的。 後來, 因為趙國被秦國滅走, 於是就簽了去屬郡, 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四川。 在林窮城內, 花巨枝買了很大的一發地, 建了一間大屋, 住了下來。 正所謂坐食山崩, 眼看著多年的積蓄, 洗下洗下, 洗光了, 沒辦法, 又要重操舊業。 這個卓王孫, 真不愧為是做生意的天才, 很快去, 他就已經可以做到富甲全縣, 家有良田清景, 丫鬟, 博人, 不下數百人之多, 大凡新任的縣官, 都必定要過府拜訪。 那卓王孫, 自從那天被王吉邀請, 陪過司馬尚瑜之後, 都甚為敬務司馬尚瑜的人品。 同時, 也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家, 他就請王吉出面, 邀請司馬尚瑜過府飲宴。 司馬尚瑜也不推遲, 就跟王吉一起前往。 剛剛去到卓府, 早就有卓王孫等一班名流言答接著, 昂首闊步步入政堂, 延直隨即開始。 司馬尚瑜自然被邀為上座, 而阮令當然作為主陪。 在延直之間, 眾人各懷心事一一發問。 司馬尚瑜趁著酒慶出口成章, 是對答漁流。 奔客之中, 有一個漁生, 叫做防盜行的。 他看不過眼。 他自認為自己是漁道兼習, 學識冤博。 又因為曾經拜過公宣宏迷斯, 心甘瑜家的學說。 現在, 他見到眾人這麼抬舉司馬尚瑜, 眼紅了。 有心要為難司馬尚瑜, 令到他當眾出醜。 於是, 他就大聲問。 司馬軍, 你談古論今, 旁約無人, 當正我臨窮無能人那樣。 司馬尚瑜見到余生, 防盜行, 知道他受了冷落, 不服氣。 正所謂來者不善, 善者不來。 於是, 他就以手為功, 很謙虛地說。 哈哈, 什麼說話呢? 臨窮密華天堡, 地靈人傑, 好像房君你那樣的人, 苦手皆時, 我司馬尚瑜又豈敢獨領風騷。 哈哈, 既然如此, 在下請問, 天下之大, 無窮無盡。 司馬軍, 你可知天下最大之數為何? 天下最大之數, 莫過於道。 嘻! 既有無窮之數, 又怎可以說道字最大呢? 嘿嘿, 你不知, 你就說不知了, 何必亂作事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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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房君, 你的名字裡頭, 有一個道字, 都尚且不懂得道, 實在可笑。 喜不聞老子有魂,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化化無窮。 既然無窮之數, 均由道而生, 還有什麼數, 可以大得過道字呢? 正如天下人民無數, 唯有娘親最大, 這樣的道理, 連三歲弟弟哥都知道了, 君何如此寡聞啊? 防道行聽了, 沒有聲出了, 只好坐下, 有時, 又有一位老伯, 起座而問, 請問, 天有幾何呢? 三十六動天, 天, 在哪裡啊? 東西南北, 每面各八, 那地呢? 地有幾許? 七十二幅地, 地又在哪裡啊? 地在八方, 八方各九, 故為七十二幅地, 那天有幾多層啊? 兩層, 嘿嘿, 這個問題一出啊, 連眾人都笑了啊, 但是司馬尚瑜又接著話啊, 所謂天上有天, 那也就是說, 天有兩層啊? 眾人聽了, 全部張開口, 只有個洞沒有聲出啊, 在賓客之中, 有個院成, 他見到眾人都難倒司馬尚瑜, 他就心想啊, 哼, 人人都講過神仙啊, 但是就沒有人見過神仙啊, 好, 我又看看他怎樣作答, 於是, 他就浸滿杯酒, 高高地舉起身來說, 司馬郡, 你真是賀富五居, 哈哈, 佩服, 佩服, 來來來, 我敬你一杯, 講完, 他就一飲而進, 然後說, 司馬公, 你見多識廣, 可知神仙是怎樣的啊? 那司馬尚瑜呢, 也慢慢地喝滿了一杯酒, 然後放下酒杯, 慢慢地說, 若夫神仙之刑, 姬夫若冰雪, 卓若若處此, 不食五谷, 吸風飲爐, 成文氣如飛龍, 而又乎四海之外者也。 何以見得啊? 此乃莊子所說, 聖人已經是這麼說的啊, 難道, 你還比聖人還要聖人嗎? 又有另外一個人, 聽到司馬尚瑜說到, 神仙是四海之外的, 那就猜死他一定是不知道住在哪兒, 於是就立刻追問, 那請問, 神仙是住在哪兒呢? 住在茂孤蛇山, 山營又怎樣啊? 旗山高三萬里, 山頂平坦之處九千里, 山之中雙隔七萬里, 山上全部都是金玉, 飛琴酒壽進唇稿, 品果尚仙永得勞, 那司馬尚瑜這一輪滴水不流, 對答如流的應答, 搞到那幾個一心想抽稱司馬尚瑜的人, 簡直就是無地自容, 勝在院令黃吉夠醒目, 他一見到環境不對路, 馬上就開聲了, 他說, 各位的問題都很有意思, 不過還有一樣是更加有意思的, 我的這一位同窗好友, 不單止才華出眾, 而且精通音律, 彈得一首好琴的, 大家為何不趁此良機, 恭請司馬尚瑜兄, 為我等彈奏一曲鮮樂, 亦可以助我等酒慶, 眾人有了這個台階, 馬上就順流以下, 齊聲叫好, 司馬尚瑜馬上命令隨從, 拿了個祖傳的寶琴過來, 靜守墳香, 就案落座, 首先, 微閉雙眼, 靜心調氣, 排除雜念, 然後, 就書避身子, 稍時間, 一曲鮮樂, 從天外猶然蕩至, 再講卓皇孫, 她有一個女兒, 叫做文君, 正是代字歸宗, 她出落得如花似玉, 自有熟讀詩書, 尤其擅長音樂, 楊春白雪, 明文霞矣, 托梅求婚, 只樂意不絕, 只可惜, 不是門戶不當, 父親看不合眼, 就是家財衰豐, 但是不學無術, 民君本人看不合, 至少婚事一拖再拖, 那天, 她聽說父親說要現請成都, 才子司馬相遇, 卓文君也有心, 要一督文人雅時的風采, 所以早早就梳妝打扮好了, 在二樓觀察司馬相遇, 誰不知居高臨下, 只能看見頭殼頂, 連樣子都看不到, 我真是氣死她了, 只能掛自己, 沒有預先選好地形, 沒辦法, 才子見不到, 心中就自然失落了, 卓文君就唯有坐在窗前, 看著自己昨天剛剛才畫好的果幅, 鴛鴦戲年的圖畫, 但見兩朵併帝蓮花, 卓然出於污泥之中, 脆紅玉滴, 清澈透底的水面之上, 兩隻鴛鴦戲戲追逐, 呼之欲出, 他正在默默地想心事的時候, 丫鬟上樓來品報說, 剛才奴婢在後窗那裡偷聽, 那個司馬相遇真是非同凡響, 那幫文文武武的壞人想難迷他, 誰知他回答都說, 真是滴水不漏, 駁斥到他們都體無懸夫, 現在眾人要他彈琴。 文君聽了, 並沒有心動, 仍然繼續想著他的心事, 那他的丫鬟, 因為天天陪伴著卓文君, 怎會不知道自己小姐的心思? 為了調節卓文君的情緒, 他心生一計, 很詭畢地說, 小姐, 你知不知道司馬相遇現今如何? 誰知卓文君仍然不出聲, 那那個丫鬟繼續說, 司馬相遇, 他現在仍然是同男,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好, 且定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書接上一回, 話說那個丫鬟為了帶起卓文君的情緒, 就故意告訴卓文君, 說司馬相遇到現在仍然是同男, 這位卓文君真是開聲, 他說, 哦, 你又是怎知的? 怎知那個丫鬟就不說話了, 只是一味偷笑, 那卓文君知道, 是丫鬟在那製作自己, 不禁又醜又生氣, 嘩, 你好過分, 這樣來玩我, 難為我平時這麼幫你, 我要打過你才行。 卓文君一字說, 一字動手要打那個丫鬟, 那那個丫鬟呢, 當然知道卓文君並不是真的生氣, 那我一邊被一邊激回頭這樣說, 哎呀, 小姐啊, 你平時讀的那篇紫虛褲, 何止千萬片呢, 是不是? 而且, 你還要讀一次就讚一次, 那這位司馬公是當世奇才。 盧皮的耳朵早就聽到起枕了。 今天, 那位奇才來了, 如果小姐你連她的專容都見不到, 豈不是要後悔一輩子? 嘿嘿, 好, 卓文君見到丫鬟, 督正自己的痛處, 她的手腳即時又慢回來了。 她的丫鬟呢, 又是故意激她說, 好啦, 你既然嫌我多嘴了, 那我就下樓, 割了舌頭, 啞了她, 那日後呢, 小館閒事呢? 正在這時, 一陣子柔柔的琴聲傳過來, 主撲二人不由得擇耳傾聽, 只聽到那些琴聲, 又遇一股清澈的泉水, 注入他們兩個人的心房。 卓文君忍不住說, 嘩, 真是超然神韻啊! 說完, 她就忍不住拉著丫鬟的手, 下樓了。 遇到客廳, 隔著豬簾, 看著形神虎琴的司馬相遇, 正在那兒彈唱著。 骨骨如清泉石上流, 途途似紅波奔大海, 又由逆月夜重谷靜, 話話真暴風吹驟雨。 清清是炳燭夜度, 明明是戰馬斯明, 沉沉是人生多苦, 坦坦是知音難明。 隨著音樂, 卓文君已經完全融化其中, 是心抗神疑, 如痴如醉, 是豁然開朗, 是妻妻慘慘, 是憤世窒俗, 不蝕他故。 那個司馬相遇, 正彈得心應手, 忽然間, 只覺得心神躁動, 指發敏亂, 琴音嘈雜, 不禁大驚失色, 他知道, 是有知音在此, 於是, 他連隨拱手問卓王宣話。 敢問卓翁, 聽琴者之中, 必有精通韻律之人, 凡請賜教。 卓王宣, 平時他雖然都知道, 女兒喜歡彈琴, 不過並不認為, 女兒是虎琴高手。 所以他現在, 只是掃了眾人一圈, 然後就說, 這層被人確實不知道。 但是那個阮令王吉, 就知道卓文君是善琴的, 他就嘻嘻大笑地說, 哈哈哈哈哈哈, 士馬兄, 你不愧為是音樂高人, 一曲未完, 就知道欣賞音樂的人當中, 有高人隱藏其中。 實不相瞞, 卓虎千金, 不僅供於詩話, 游善虎琴龍少。 這位司馬相愚, 本來就是一個風流才子, 一聽說, 卓虎千金是一位才女, 不僅想一賭芳容, 更加有意結交之音, 於是他對卓王宣話。 既然如此, 可否請貴千金過來, 亦彈上一曲, 為諸位助興, 亦算是給人天大的面子? 這樣來, 卓王宣面露藍色。 這件事, 眾賓客都已經聽到上人了, 還理得你什麼男女瘦瘦不親才行, 齊齊起哄。 尤其是剛才那群, 被司馬相愚騎落過人, 很想等卓文君在琴藝上壓過司馬相愚, 更加逼切要求。 卓王宣沒辦法, 只能勉強答應他。 那邊卓文君, 早就忍不住激怨的心情, 一聽到老父親答應, 遠令有請, 於是立開朱簾, 款款而出。 司馬相愚, 即時覺得眼前一亮。 但見他, 還配鏘槍蓬碧輝, 烏計散發朵朵梅, 押上勇趣詩連詩, 鄧郭我王春稀微。 兩潭秋水閃銀路, 一聽應準, 卓玉窺。 塞邊兒葉, 笑東風, 唇中諸貝, 恨坦幾。 翩翩飄來, 此驚紅, 款款游去, 龍游移。 意義氣氣, 雲閉月, 仿仿忽發, 風回雪。 一轉興趣, 仙學立, 半是飛去, 半是羅。 淺竹季子, 香蜜烈, 暴雷倒行, 流方波。 再講返卓文君, 他花影而出, 卓王孫就說, 乖女, 快點過來, 見過司馬先生, 邀請先生多多指教才是呀。 卓文君輕而連報, 修修答白地走來, 司馬先生萬福, 請司馬先生賜教呀。 嘻嘻, 卓文君的一聲萬福, 驚醒了法世偶豆司馬相遇。 哦, 小姐萬福, 狗文小姐天下才女, 今日一見果然不犯, 正所謂, 朋友好求, 知音難覓。 當年白牙糞琴, 那因世上已經沒有了紫棋, 白牙再無知音了。 今日小生得與如此之音, 實屬不枉此生。 司馬相遇的言外之音, 卓文君當然是心領神會的。 於是他就含情默默地說, 先生, 文才蓋世, 明文下矣, 又何愁天下無之音可覓呢? 既然先生, 不怕欲沒了雅庭, 文君不才, 那就功請, 不如從命了。 講完, 就轉身落座, 玉子興譚, 一曲換東風, 從卓文君火兒的心飛之中, 直透禽煙而出。 山有木是, 樹有知, 心說君是, 君不知。 君既不知是, 笑東風, 東風東風是, 何故內慈啊? 。 傾訴完了, 卓文君看著司馬相魚說, 小女子技藝不精, 有欲清聽, 懇請先生禍之啊。 那司馬相魚當然也知道他的用意, 急詞之間, 就彈奏出一曲五更雨。 九燒龍魂係, 九雲跡, 紫代五更係, 布金林, 超無聲色係, 來潤化, 不偏不矣係, 諾元林。 這兩位才子佳人, 以琴記意, 以歌全程, 當然是心靈相通的。 卓文君給了個匯心微笑給司馬相魚之後, 就轉身走了。 司馬相魚就起來, 對眾人拱了拱手說, 各位, 獻醜了, 獻醜了, 相魚的勤技, 順於小姐好多, 慚愧, 慚愧啊。 好了, 等到宴席結束, 人客走光了之後, 婉令王吉就對司馬相魚說, 仁兄, 你不單止民才出眾, 還是一個情場高手, 真是厭福不淺。 司馬相魚就說, 仁兄取笑, 打擾了這麼久, 成夢口袋, 他日相魚定當口報, 就此作別, 我們後會有期。 回到液館, 司馬相魚的眼前, 不時出現卓文君的卓卓風之, 真是令到他心水搖曳, 坐惡不靈。 他索性走出液館, 步入抗野, 只見晚風襲襲到月上柳梢, 繁星點點。 但是司馬相魚, 哪有心思去欣賞這個月夜景色才行, 只是覺得, 今晚的月光太過明亮, 行走得太慢, 直到跟星星一樣, 是頂頂地掛在中天, 動都不動。 在經過了漫漫長夜的煎熬之後, 終於等到了司馬相魚和卓文君約好的五更天。 司馬相魚, 已經站在卓款的後花園門外。 其實, 又何止是司馬相魚仰天期盼呢? 那位佳人卓文君這時候, 也一樣是心如鹿撞的程海翻滾的。 憑歌記意五更相會, 他好希望馬上飛到心上人的身根。 但是各位不記得, 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封建禮教, 是絕對禁錮著每一個人的一言一行的。 一個女孩子人家, 同一個男人偷偷摸摸月下約會。 如果全洋出去的話, 自己還怎樣做人? 又怎樣向父母交代? 這個是萬人唾罵, 不始於人的九合所謂。 唉, 如果說失弱, 千呼萬喚此出來的如意狼君, 財財相傳, 風流剔躺, 心握著自己, 而自己又心握著的情郎。 現在已經來到身邊了。 自己又怎樣捨得拋開呢? 司馬上瑜的陰庸笑貌, 已經在他的眼前揮之不去。 父母, 孔猛, 烈祖烈宗, 還有牛頭馬面的小鬼判官, 一個一個手持離刃, 亦同時撲向他的眼前。 但是,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美麗的愛情, 往往有一陣子, 他的價值是遠遠大於生命。 這個, 就是人的本性。 卓文君到最後, 還是被人性所戰勝, 他不顧一切地來到後花園, 打開了那棟重藥千斤, 原定今生的後門。 那棟幾千年, 顧藥金湯的堤防, 殺時間, 便被撕開了一個缺口, 被堵塞了幾千年的紅波巨徒, 一時間完全沒有束縛, 一湧而下, 一射千里。 真是此事無聲, 勝有勝。 這對才子佳人, 在明月之下, 一時間竟然無言以對。 他們說到最後, 才是第二次見面。 還是司馬尚如打破沉默, 他說, 已經五更了, 小姐因著凍親了。 不要緊, 不知先生深夜到訪, 有何貴幹呢? 九文貴府所中的茅丹, 響於天下。 人人都說茅丹卓藥有之, 嬌嚴富貴, 高雅清麗, 有花中之灰的眉清。 司馬尚如達來欣賞。 如果真是三生有幸, 可以採摘到一束半朵, 亦不枉陳世一生。 卓文君聽說司馬尚如, 將自己比作為茅丹, 心想, 好過司馬尚如, 真是一個思維敏捷之人。 所以他又說, 先生, 你既然這麼喜歡茅丹, 為何不托人於我家父, 明明白白說出來, 正大光明地取走, 喜不為美? 卓文君所說的這個取字, 跟家取的取是同音的, 他就拿了這個諧音, 意思就是說, 要司馬尚如來自己家, 明媒正取自己。 這些就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 連這麼傾心的愛情, 都表現得這麼含蓄。 那司馬尚如, 當然知道卓文君的意思, 是要自己明媒正彩。 但是人家是千金小姐。 而自己呢? 只不過是一個窮到窮的布衣書生。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真相之後, 會不會嫌棄自己呢? 司馬尚如所追求的, 是純潔的愛情。 於是, 司馬尚如一五一實地, 將自己如何在京都讀書, 如何入之為囊, 如何被騙輔助梁王, 又如何回到屬郡做先生, 以至如今, 諾樸至此等等等等, 如實向卓文君講完。 卓文君一邊聽, 一邊隨著司馬尚如的 坎可命運, 卑喜替靈。 司馬尚如見到卓文君, 居然為了自己的淒涼身世, 而傷心落淚。 真是既感動時, 又過意不去。 她一手抱緊卓文君, 一邊為她抹眼淚, 一邊安慰她。 好妹妹, 不要哭了, 尚如現在這麼好地地站在你面前的嗎? 放心, 天生我才必有用, 英雄自有用武之地。 現在最重要的, 還是想想我們倆的事, 這樣才是。 我一個女流之輩, 又可以想到什麼妙計才可以。 還是聽下哥哥你的意見。 凌鑽翁是一個巨商大古, 必定是貪圖富貴之人。 但是我司馬尚如, 為今一貧如洗, 如果是明媒提婚, 那凌鑽翁肯定不答應。 為今之計, 不如趁著今晚的月光, 不辭而別, 回到成都, 然後再託人說給寧尊翁知道。 到時候, 木耳成舟, 就算他想拒絕都已經遲了。 你說怎樣? 這樣不行啊! 這樣不行啊! 不行啊! 這樣就是要我和你私奔的。 唉, 為今之計, 只有出此下策。 如果妹妹你不賴念你, 我情深似海, 那就是說, 你我今生無緣, 相遇只好忍痛割愛, 告別妹妹, 遠走天危海角。 此生, 不服再採起了。 講完, 轉身就想走。 卓文君馬上拉著司馬尚如說, 哎, 慢著啦! 再想一下,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良策啦! 只此一句, 別無他計啦! 那卓文君呢, 實在是割捨不到這位如意郎君。 那他只能夠答應, 跟著司馬尚如, 私奔在啦! 嘩! 真是歡喜到司馬尚如呀! 抱著卓文君, 我心疼完又疼, 又轉了幾個圈, 然後說, 妹妹, 你為了司馬尚如, 敢於拋棄榮華富貴和父母家人。 我司馬尚如, 真是死而無憾。 我司馬尚如, 對天發誓, 今生決不辜父妹妹。 如果有背負妹妹的, 那一定會叫天? 誰知卓文君馬尚如馬尚如的嘴。 哥哥, 你別說這些, 我知道哥哥不是絕情負心之人。 既然命中注定, 哥哥, 稍等片刻, 等文君回去收拾衣物, 然後和你上路。 各位, 那究竟卓文君是否真的和司馬尚如私奔? 欲知後事如何, 好, 請下回分解。 長篇歷史小說, 漢武大帝, 原著臥龍, 由李錦源播稿。 前文在族書接上一回, 說出卓文君認為, 自己和司馬尚如的這段情緣, 是上天注定的。 於是他就答應, 和司馬尚如一起私奔。 說完之後, 就回回自己的規格, 收拾好金銀世縣、衣物等, 又草草寫一封短訊給父母, 然後就和司馬尚如一起, 出了卓府的後花園。 這對私奔的男女, 他們的心情真的各不相同。 司馬尚如當然是歡喜萬分, 但是卓文君的心情複雜得多。 他既有足之可以和心上人在一起的喜悅, 也有背叛家庭的內疚, 以及對未來忘言無知的無奈。 到了第二天, 卓府裡頭, 卓文君的貼身丫魂, 來到了小姐的歸房, 打算叫醒小姐。 誰不知找到小姐都不見小姐。 只見到在梳莊桌上有一封信, 那個丫魂拿著封信, 赤軍成個書。 最完畜總已去找gement皇宣。 桌皇宣在過去放箱 dieser寫記して, 父母二老分間,少少積勒志向,要在人海沉溺,沉那多情才郎,放將終身託記。 不如如二郎君,終生不嫁不疑,甘與司馬相遇,虎琴把情傳帝。 雙雙零細雙痛,道合之音可喜,而痛三重四得,枕來難捨良記。 父母妄兒嫁婦,司馬一貧如世,如若父母得知,決然不會同意,故而不告疑辭, 父母恨求二郎寬恕。 二郎養兒大德,終有報答之期,而請多多保重, 母親,勿念不孝不提,甘飲苦淚草書,就此拋桿別離,不孝女兒,文君遁守。 父母,卓皇孫看完旅風信,煞時生氣,到他身上打震,雙眼翻, 口吐白無得暈倒在地。哈哈,這樣真是嚇壞了卓虎上上下下, 又是請郎宗時,又是找婉令,好在郎宗是杏林高手, 他一來到卓虎,一輪搶救之後,半主鄉的功夫, 卓皇孫慢慢地醒過來, 卓皇孫一醒來,馬上命令家人,去郵館抄人, 另外,又派護虎壯丁,向郵島追趕過去。 卓文君的娘親,一年哭苦哭忽,一年要卓皇孫向阮衙報官, 誰不知卓皇孫就說, 沒有什麼官啊! 阮令王吉,是司馬相餘的同窗好友, 還說,他們倆安裝好一局,專門讓我們跳進去的! 寶官都說不行? 那你說怎麼辦? 每天都是最壞的就是死老鬼啦! 開人扮什麼高雅,請人回來淫屍作隊,彭琴! 你問好了,隱狼入室啦! 連個女兒都被人困走了! 我不管啊! 你快點還回個女兒給我! 快點還回個女兒給我啊! 其實卓皇孫,有何嘗不後悔呢? 但到現在,一切都已經為時已晚了! 好了! 我們現在再來說一下司馬相餘和卓文君! 司馬相餘自從娶了卓文君之後, 都不知多開心啊! 由於他人緣好,親戚朋友多, 再加上卓文君, 又是一個熱情浩客之人! 那他們家自然就嚇齒雲來啦! 大家不記得啊! 司馬相餘正經是窮到孔的嘛! 周身仙都不仙下! 全靠卓文君變賣他在卓府帶出來的那些金銀世縣是到日的! 所以都不用半年啊! 就已經是賣無可賣就拍手無塵了! 那到了這時候,他們兩個才懂得閉藝啊! 以後怎麼辦呢? 司馬相餘有一個朋友,叫做李如生啊! 他就知道了司馬相餘的困境之後, 他就說了! 嘿嘿嘿! 啊! 相餘兄啊! 錢啊! 不是問題啊! 就看你肯不肯去賺這樣啊! 司馬相餘就連續說了! 哦! 請李兄指點迷津! 嘩! 正所謂天下父母愛子深啊! 卓家老爺雖然是嫌你窮而已, 但你們兩個已經是生米煮成熟飯的嘛! 那卓家老爺怎樣反對呢? 都要接受這個事實的啦! 是不是先? 所以我說呢, 還是派一個口才好的朋友去拜見卓老爺, 跟他講清楚你們現在的情況, 我想卓老爺沒有可能眼白白看著自己的寶貝女, 在這裏捱苦都不理的嘛! 是不是啊! 但是卓文君就馬上說了, 不行啊!不行啊! 我爹好硬緊啊! 說了怎樣就怎樣的啦! 再加上, 再加上, 我當初不辭而別, 已經是很對不起老人家的啦! 我現在落爛了, 折墮了, 又想要父母關照! 那怎麼可以的呢? 既然今天, 又何必當初啊! 要去的, 就你自己去, 我怎麼都不會回去的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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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怎麼會呢? 正所謂虎毒都不吃指嘛! 何況還有卓老夫人呢! 你是她的心肝定來的! 她一個虎毒人家, 又怎麼可以做到主呢! 虎毒人家又怎樣啊? 女兒她也有份的嘛! 司馬尚瑜聽起來也覺得有些道理, 他也加上口來勸卓文君說, 李兄所說的確是有道理的, 為今之計不妨試一下, 說到尾,她也是你的嫡親父母! 卓文君見到司馬尚瑜的一力支持, 只要聽憑安排, 司馬尚瑜首先請李如生趕赴臨窮, 趕赴卓庸, 誰不知卓皇孫真的像卓文君所言, 一聽到李如生講明原因之後, 他就馬上叫了, 他說, 哼! 畜生, 真是不自羞恥! 同仁私奔, 已經是雕盡了卓家的面, 現在沒得吃了, 沒得住了, 才會想起父母! 聽父母言, 吃虧在眼前, 我說他死了, 我都不會看他的, 就當我卓皇孫, 沒有生過這個女孩! 卓皇孫講完, 就拿起演台, 出來一扔, 扔到地上, 然後氣爆爆地轉身離去, 他還要一邊走, 一邊轉過來, 補充了一句, 我們父女之情, 從今天開始, 就像你的演台一樣, 他可以做得出, 就不要怪我絕情! 這樣來, 李如生就沒辦法了, 只能返回成都, 如實相告啟! 卓文君聽了, 一邊同學, 一邊怨恨阿爹的絕情, 那司馬相遇呢, 也非常氣憤, 為了報復這個無情無義的愛婦, 他想了一條辦法, 首先潛回林窮, 找了遠令王吉, 和一班朋友商量好些, 然後, 再叫卓文君來到林窮, 在林窮遠城最繁華的地方, 開了一間叫做民君酒師的酒店, 由於卓文君本身, 就是林窮遠城有名的才女, 又是首富的龜秀, 整個遠城誰人不知就那過不曉呢? 再加上司馬相遇, 田湖琴詩斌的風流韻事, 更加苦如皆知, 酒店的招牌剛剛一掛起, 那些炮粥的香煙都還未山盡, 整個遠城的三教九流, 官吏書民齊齊齊地到榜牆, 爭相一倒他們異形的風采, 又再加上卓文君救了聰女, 憑著一口甘甜的井水, 讓造出來的酒, 真是醇香濃郁, 回味無窮,醒老安神的, 趕來買酒的人, 真是源源不絕, 不過幾天這麼多, 民君酒店就風民全城, 就連卓文君的貼身丫鬟, 亦都趕過來光顧卓文君, 所有的這一切, 都激到卓皇孫生蝦地跳, 哎呀, 你這個靜一五億女來的, 他真是想激死老舅尹山敗路, 你私奔就算了, 還為什麼要回來, 開什麼酒店, 在那裡督眼督鼻, 這樣才行呢? 還要不夠收嫁嗎? 真是神主派都被你激到靈尾的臉了! 卓皇孫馬上找到婉令王吉, 叫他派官差趕走卓文君, 哈哈, 這樣真是正中王吉之計, 他馬上罰咒而起的嘛! 卓庸, 你那一方名流, 為什麼如此不明事體呢? 我朋友司馬相如, 乃天下明示, 才高八斗的學富不居, 人品出眾的儀表堂堂, 令我能夠配得起如此狼君, 並非是欲沒了你, 他們二人如今已經是天下皆知了, 卓庸, 你又為什麼不純粹退周, 成就了這一張千古紀元, 亦都可以落得外財之言名呢? 但你現在, 他做了這些逆水行舟, 不近情理之事體, 難道你就不怕別人說你是勢利小人嗎? 再說, 司馬相如, 雖然今天只是一介布衣, 但憑著他的聰明才幹, 必定是有出人頭地之時的, 到時候, 卓庸你再去認親, 看怕天下人都要笑得彭牙的了。 卓庸呀, 你們說了都是親生父女, 為什麼要做到這麼絕情的呢? 卓庸, 你要趕著他們, 那你自己去趕吧! 我還要等著我這位同窗好友, 有朝日飛黃騰達, 來提攜我, 不好意思! 這一番說話, 講到卓庸, 真是腥味都收起來了, 想到黃吉的說話, 又真是在情在理的, 於是他就說了, 大人, 抵他這一番說話, 真是令到在下茅沙遁開了, 好了, 看在大人的份上, 我今天, 就接他們二人回府, 那天, 再次一些銀兩, 讓他們兩夫妻翻翻成都, 買回地, 好好到日, 看一看! 哈哈哈哈哈哈! 我早就知道卓庸先生, 你是通情達理之人, 不愧為一軟然達的! 卓庸, 我們現在, 去喝兩杯又怎樣? 黃吉說完了, 亦都不理卓庸是否同意, 馬上拉著他就走了! 在走足煩飽之後, 黃吉就吩咐下人, 去請司馬相遇和卓文君過來, 然後, 他就二人麻辣臨, 來到軟客廳, 拜見卓庸, 啊! 這樣就好了, 真是一天都光曬了, 父女庸世, 終於可以歡在一堂, 卓庫上上下下自然, 一片歡騰, 卓王孫一不道二不憂, 乾脆還幫女兒, 扮演隆重的昏禮, 一時間, 整個林雄縣城都鑼鼓圈天, 懸惡憎名, 大街小巷, 人頭湧湧, 人人都爭相一倒這場千古奇緣之千古昏禮, 司馬相遇夫婦, 保辦昏禮, 得到金銀, 按照他外父卓庸之意, 真是回到成都, 製了些田產, 家具, 建起了一座花園, 還在花園旁邊, 建起了一座琴壇, 在琴壇之上, 以琴會友, 譚古論金, 楊德爾說到這裏, 他自己也不免搶場地鬆了一口氣, 然後說, 唉, 唉, 實在是, 自古才子, 勞多奸, 天下寄生千里馬, 為何缺少真百樂呢? 眾人聽了楊德爾的這番渲染之後, 都為司馬相遇, 未能得到朝廷的重用而深感遺憾, 但聰明的漢武帝在聽完楊德爾所講的故事之後, 他是另有想法, 他心想, 此人華麗巧妙, 風流的土, 雖然不是將稅之財, 但亦都是可用之人, 為何不召他來經? 閒下富思, 宣揚聖德, 好等天下眾生都知道我天子愛財啊! 想到這裏, 漢武帝對太宗大夫韓煙話了, 明天立刻派快馬, 宣師馬相遇進京, 朕要當面考問他的學識, 若然屬實, 必有重用。 另外, 因為狗監楊德爾, 能夠舉言戰能, 今天, 朕就作聲李為侍郎, 負責上臨院睡狗之事。 好了, 我們現在再來說回司馬相遇, 他在成都那裏, 一接到皇上的宣趙聖子之後, 第二天就起程了, 隔離鄰舍啊, 親朋好友啊, 都紛紛趕來送行, 在送了幾里路之後, 司馬相遇和卓民軍, 再三借著眾人繼續送行。 等眾人走完之後, 司馬相遇兩夫婦又走了十幾里路, 雙方都沒有出過半句聲, 就是這樣, 一直來到關山腳下的望夫崖邊。 司馬相遇開聲, 他說, 娘子, 送軍千里, 終須一別, 你我就此分手了好嗎? 話音剛剛下, 卓民軍已經是熱淚噴湧了, 他馬上破過去, 握著司馬相遇的頸, 一不成聲。 司馬相遇也覺得很心酸。 那真是, 相對無語, 就唯有淚珠千何鞋。 就此事, 遠處有個木童, 伴隨著妻院的消聲, 在唱著歌。 萬萬索求, 山山遲, 關山一別, 情更慘。 想去去千里, 風餐露宿, 湘南起把路人簾。 紅燒將來, 春以來, 吳光守月, 上臥面。 尿錦, 金別離, 獨留孤雁, 祖靶搖琴, 掃雪圓。 聽著木童的歌聲, 他們兩個人更加傷懷。 各位, 究竟這對橫蠻夫妻在離別之時, 又會有些什麼說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